昨日下午在史丹頓島 一名女性在逃避警方追捕期間意圖開槍 警員連開五槍後 終於制服了女嫌犯 警方指 事件首先發生在星期六晚上 女夷犯珍娜莎在Grassmere一所私立學校 因用手緊扼住一名家長的警部被逮捕 其後警方發出傳票後便釋放了她 在星期天的下午 珍娜莎攜帶步槍和磚頭 非法進入她朋友位於三尼賽的寓所 用磚頭撞破大門和開了一槍之後 便跳上一輛黑色的七人座車逃走 警員隨後在Highland大道發現了珍娜莎 她頓時取出步槍 警員於是向她的車輛連開五槍 有一槍射向她的肩膀 珍娜莎起後被送往Richmond大學醫療中心做檢查 現情況穩定 警方稱 在追捕期間 珍娜莎曾指示一名男性家屬下車 目前該名男子已被捕做調查 但暫時沒有被起訴 至於珍娜莎則等候起訴 在昨日 州長庫默在哈林區一所教堂參與聖之主日 期間她發表講話指猶太人節奏感不高 更舉例指她的前猶太競選顧問舞姿醜陋 此番言論遭到了各方人士的抨擊 庫默在講話期間提到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信仰差不多 雖然天主教徒沒有什麼節奏感 但也不及一些猶太人 她更舉例說笑指 當時坐在教堂前排 她的前猶太競選顧問史恩可夫 對不上音樂拍子的舞姿很醜陋 其後 史恩可夫回應指 當時沒有什麼人就這番言論發笑 她也不覺得受屈辱 不過 她也語帶嘲諷地補充道 庫默是州長 他現在掌控著美國人的跳舞方式 庫默的發言人指 現州長的言論只是拿自己和一個老朋友來開玩笑 縱然如此 有共和黨成員的州參議員批評州長的玩笑不當 與其開玩笑倒不如花時間改善施政措施 庫默此趟主要是推廣本週六將成交的州預算案報告 近早在布魯倫 一眾警員和支持者聚集在市長白思豪位於Park Slope的健身室外 要求市長加薪和福利的保障 示威是由紐約市警員工會發起 他們要求在新合約中要得到符合市場水平的工資和適當的福利保障 工會主席林奇表示 他們賣力地保護著這個城市 讓市民免受恐襲和罪案影響 可是他們的工資卻是全美警察中最低 他們實在是不能接受 工會宣布指 他們打算就事件向市政府提出仲裁 本月初在布朗市 發生了一宗槍傷電招車司機的結案 一犯為了逃避交付23元的車資 對著司機連開7槍 一犯今天終於落網 現在面臨一級搶劫的控罪 案發是在這個月17日 在布朗市 電招車司機卡馬曹違規接載路邊招車的一犯鮑威爾 當他們到達位於桑威爾的摩里森大道 夾東174街的目的地後 鮑威爾為了逃避交付車資 對著司機連開了7槍 之後便逃至11 司機送院後 情況穩定 一犯今天終於落網 並被控以一級搶劫罪 迪士聯盟指 很多司機知道 街載路邊招車的乘客是違規的 但為了工資 仍然選擇以身犯險 今天 五個紐約市養老基金 連同紐約州審計長迪娜波里 集體控告永利度假村董事局 指其一早已經得息 行政總裁永利不當的性侵行為 但卻未有妥善進行調查 並要求他負上責任 現年76歲的永利 旗下永利集團在拉斯維加斯及澳門均有營運獨場酒店 由於有多達數十名的女性指控 曾遭到她性侵擾及侵犯 在醜聞影響下 永利於1月辭去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財務主席一職 並於上月辭任公司行政總裁一職 雖然永利否認控罪 更指一切皆是前期的陰謀 但在上週 便以僅僅20億美元出售了集團最後的股份 近日 市議員積極跟市長白思豪進行磋商 以修訂新一份的財政預算案 有議員便提出 設立半價車票以幫助基層市民 一共有35名市議員聯署去信市議長約翰遜 希望政府能為貧窮縣以下的市民提供半價車票 預計將會花費2億美元 約翰遜的代言人指 現階段只是就財政預算案的初步磋商 尚有更多的討論空間 但市議長表示支持計畫